外匯跌的不像话 所以呢我第一个时间想到就是下载APP 真的有一个 针对那个银行外汇的APP 他已经做得非常的棒 他把历年来的历史资料都有 然后每一家银行也都会给你 反正就全部都有了 那我就可以马上可以分析 看一下 那个叫什么 那个 我是打一个外汇吧 你Google 那个那个 那个play商店里面 你就打一个什么 什么外汇之类的 他就会有一个 他的名称我看一下 还蛮棒的 叫银行 即时 即时 即时汇率的 银行即时汇率 你就找那个四颗星以上 这样其实 OK 这里的话呢他就就什么都有了 看一下我发现 所以 心血来潮 就就就买了 就买了蛮多日币的 买了一次 好像买太少了 再买一下好了 因为太低了 我那时候买到 0.265 所以好像又涨一点点了 所以现在每天看一下看一下 关心一下 那后来我发现 如果你要换日币最便宜 方法 以前都是去银行 换现钞 这方法 比较 就换的没有 最好是讲 后来我研究出来 就是你先存到你的那个 那个外汇的户头 然后再去 ATM把外币领出来 他会差最少 这 仅供参考 OK 这里的话我想各位试一下 把这个地方 然后做一下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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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